兩岸福茂協議引發了部分民眾對於入資來台炒房的疑慮 到底福茂協議通過會不會導致入資真相來台大碼不動產 更炒高台灣的房價呢 我們帶你來看劉電TV製作的福茂真面目正反大解密 系列專題報導 我們認為房市走了12年的大多頭 處在高檔期了 官員喊話房價實在太誇張 根據國外房產公司的調查 2013年台灣的房價漲幅超過15% 高居全球第四 民眾不免擔心 如果未來兩岸福茂協議通過 入資會不會大舉來台炒房 讓房價更加高不可攀 疑慮確實是真的而且很大 但是就實質面而言 它未必有那麼強大的一個 刺激房市的一個能量 或者是反過來講 台灣的房地產市場也未必那麼值得 入資來投資炒作 紅中必緩 然後國會這種亂象 還會有人來投資台灣的房地產嗎 這個是太高估了自己 滿適合小家庭的一個空間 那因為它本身挑高三 入資到台灣買房不是新聞 根據政府統計 13年來總共通過136件 數量不多因為從2009年開始 就有所謂的543條款 入資跟銀行貸款必須低於五成 一年內也只能住四個月 也不能在三年內買賣 但學者就認為官方的數字 不見得是實際情況 我們真的不知道人頭 或者是又透過所謂的 國外的假外資的方式進來 那個數量有多大 大家也都知道 走正常管道的叫做冰山的一角 面對質疑政府持續出招 買房總量管制一年最多400戶 工廠 旅館能不能買 也在評估當中 買商辦沒限制 不過房仲認為 目前還沒有看到 入資積極湧入台灣的商辦市場 台灣的租金投報率 通常是在3%以下 在東南亞甚至全球市場來講 是相對是最低的 相對來講 它的投資的吸引力 就沒有這麼強 政府搬出各種管制 避免入資大舉來台炒房 但眼看居高不下的房價 也難怪民眾無法安心